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真实的一面也随之暴露 有人会因为各种原因丢掉最初的自己 毫无底线地包容另一半 殊不知没有底线的让步 近似卑微的迎合 才最脆弱不堪 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要试图用讨好来维持婚姻 越卑微越容易受伤 越讨好越不被珍惜 最终在不对等的关系中 消耗自我丧失自我 婚姻也变成了一盘散沙 记得早前看过一条扎心的新闻 因为没有给妻子带鸡腿 吴先生被刺死在自家楼下 悲剧的酿成 与他们的相处模式脱不开干系 平日里 吴先生对妻子百般顺从和讨好 就连背山耳光 他也不感动 而妻子对婆婆也是各种苛刻 因为不想再一起住 就把他赶到密不透风的 储藏室中去生活 无条件地忍让和迁就 让嗜宠而交的妻子 脾气越来越大 只知道索取和趾高气昂的下命令 事发当天 吴先生应酬完回家 因为忘了买鸡腿 妻子就闹了个没完 辱骂过后 还一刀捅向了他 这段太过卑微的婚姻 早已埋下祸根 最终酿成惨剧 俗话说 凡是皆有度 过犹不及 不对等的付出 过度的迁就 没有原则的讨好 没有底线的忍让 换来的不是一片光明 而是对方的有恃无恐 想起徐志摩和张又怡的故事 因为是包办婚姻 煎熬不驯的徐志摩非常抗拒 新婚之夜就让张又怡独守空房 因为怕得不到丈夫的爱 怕公婆不满 她卑微地维系着这段婚姻 殊不知 她的言人没有丝毫意义 丈夫早已心意他人 更是在她怀孕之时 将她无情地抛弃 离婚后 她才勇敢追寻自己的心 涅槃重生 彼时也得到徐志摩 迟来的夸赞 张又怡真是一个 有胆量有志气的女子 试想 如果当初她不把地位 放得那么低 婚姻怎会草草收场 徐静雷曾说 我根本不关心男性怎么看自己 在感情中 我选择只取悦自己 夫妻之间 谁也不必讨好谁 婚姻也不是忽来和去 不是是非不分 更不是委屈求全 任何一段感情中 都需要彼此尊重 需要守好地位 而不是让一个人 成为其中的主导者 以为心讨好为前提的婚姻 往往藏着惹祸的根苗 曾有人用翘翘板效应 来比喻爱情 为了保持翘翘板 两端的平衡 重的那个人 会坐在离枝点近的地方 轻的那个 则会坐得远一些 只有一方多付出一些 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保持婚姻不会失衡 看似合情合理 却有着很大的逻辑错误 婚姻不是博弈 更不是手段 一段婚姻最好的状态 应该是夫妻两人 都能舒服地做自己 三毛曾说 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 就是可以在他面前 无所顾忌地打嗝 放屁 挖耳朵 流鼻涕 这也是他和爱人和惜的日常 生活中 他们会惬意地 做自己喜欢且放松的事 绝不会为对方委屈 拘束自己 一天中 三毛最喜欢黄昏和黑夜 交换的时光 何希也恰好在这个时间下 搬回来 在帮何希准备好茶点后 她会对她说一声 我走了 然后独自出门散步 这时候的何希 也许在看报 也可能盯着电视 也可能开始吃东西 她照例含糊地说一句 旅途愉快 便将我打发出去了 他们是爱人 更像是朋友 三毛也曾说 双方对彼此都没有过分地 要求和占领 短暂的七年婚姻 两人品尝过爱情的甜蜜 也体会过生活的困苦 但从未逼迫对方改变 轻松和舒服 永远是主旋律 对于他们来说 这就是最舒服的相处方式 就如三毛在随想中所言 忍耐的女人 男人很少看在眼里 还有可能要轻视 忍耐的男人 女人又说她没有用 一样看不起 夫妻是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人 是最亲密的人 如此还不能卸下面具 做最真实的自己 人生岂不是太累了 真正幸福的婚姻 都是各国各的 简简单单 轻松自然 不需要容忍 也不需要改变 找到其中的舒适区 亲密有见 书而有道 这样才是正确的夫妻关系 而不是一个人 唱着独角戏 热播剧《小舍得钟》 知识分子南建龙 因为一场大病 结识了女护工蔡菊英 不同于妻子的风花雪月 任性自我 蔡菊英虽是个粗人 但温柔体贴 很会照顾人 就这样 南建龙出轨了 一枚文化 二枚气质的蔡菊英 走进了她的生活 也许是由于两人身份悬殊 虽是小三上位 但被扶正后 蔡菊英依然过得小心翼翼 她顺从卑微 低眉顺眼地为南建龙端茶倒水 尽心尽力地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只要南建龙需要 她就会任劳任怨地准备一大桌子菜 花几个小时熬汤 在妓女男力面前 永远都是一副讨好的模样 殷勤地把拖鞋递到她脚下 丈夫的前妻照纳受伤 她会放下心中隔阂 忙前忙后地照顾 就连日常的买菜前 她也会一一记在帐上 让南建龙过目 她用卑微上位 依靠着卑微 维系婚姻 没有底线的妥协和讨好 让女儿田与兰都忍不住 为她打抱不平 您是她明媒正娶的老婆 您能不能硬起点呀 伺候她们吃 伺候她们喝 也不会唠一句好 她却甘之若疑 我图的不是她的钱 我图的是她这个人 你男叔心里有数就行了 在十几年的婚姻中 她没有女主人的一点体面 而更多地扮演着保姆的角色 千一百顺 伏低做小 表面上 是南建龙有史之中 都没有把她当妻子看 但实际上 是蔡菊英给自己贴上了 卑微 言听计从的标签 婚姻需要包容 但她的基石一定是平等 而不是毫无底线的 违心讨好 如果总是想着 怎样让对方喜欢自己 怎样才能不被婚姻抛弃 说明 这段关系已经不平等了 一味的付出和示好 换来的只会是高高在上 和指高气昂 没有原则的妥协和让步 也只会让对方越来越视之如常 越来越索取无度 一旦这种不平等 演变成依附关系 婚姻 也就离被摧毁不远了 百扬曾说 为了爱情的继续 婚姻的美满 妻子固然要取悦丈夫 丈夫也要取悦妻子 婚姻中 付出和让步是相互的 最怕有人霸道强势 拼命索取 有人卑躬屈膝 拼命讨好 夫妻之间 不存在委屈求全 也没有谁高谁低 只有爱 放低自己 不仅换不来爱情 还会被伤得千疮百孔 守好底线 婚姻才会幸福长久 就如作家李碧华所言 若他爱你 不必讨好 不爱你 更加不必 只有彼此内心平等 才会换来 真正的爱情 半生已过 愿我们在婚姻中 都能情深意浓 天长地久 付出有人懂 辛苦 有人疼 好了 今天的文章 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话 要记得点亮 右下角的再看哦 我是依凡 我在中朝边境 鸭鲁江畔丹东 向你送去问候 感谢你的关注 让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